歡迎來到ITHANDY GUIDE Tutorial,我是Kevin 我們接下來討論的是Husky Husky其實就是哈士奇 它有好幾個version 有跟你說我最喜歡的是version 4 我也覺得它是最穩定的 它是2021年1月份的版本 現在是2021年11月30號 其實已經快接近12月了 明年就12月了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呢 這個版本呢 現在最新的版本是version 7 那我個人會覺得說 version 5、version 6、version 7 都非常的不好用 我強力的推薦使用version 4 那如果你有新的這個 如果你有新的這個project的話 你想要使用Husky的話 我也是建議你使用version 4 version 4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你不用擔心說它以後不能update怎麼辦 因為它已經很穩了 它其實也不用什麼update了 那沒關係 我們就來看一下 主要呢 就是你在執行的時候 那我們這個執行完畢之後 它會產生一堆hook 在這個路徑底下 然後那你可以看到 我把所有沒有點 點sample的都是它 都是我們現在預設的情況之下 就已經有 就是我們現在預設的情況之下 去Dogit hooks裡面就有一大堆點sample的檔案 那這些sample的檔案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它可以告訴你說 這樣子的一個premerge 你應該要怎麼使用 它有一些sample可以讓你去做Google 去做研究 然後那我個人會非常建議 就是presample都要留下來 那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這個githook安裝完畢之後呢 它就會產生這一堆沒有點presample的 就是結尾不是點sample的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githook出來 也就是說 這個husky它可以支援這麼多githook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要怎麼樣使用它呢 那要使用它的方式其實很簡單 就是在這之前 你應該要先去複習一下gest 你要去複習一下gest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來安裝husky version4 那我們平常會使用這個npm i-d husky 這樣子的話它會install目前husky的最新版本 那最新版本是version7 可是呢 我們這邊主要叫的是version4 所以我們這邊是指定Hardone version4 那它就去找version4的最新版本 應該是4.3.8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安裝一下husky version4 好 那我們現在把husky version4安裝完畢之後呢 好 然後那這時候它就會產生一堆有的沒有的答案 你可以看到它所做的修改 好 它修改了什麼東西 它修改了 呃 這個 欸 我看一下 在我上一個tutorial 呃 在我上一個tutorial 看一下 我應該要去做一個commit 我好像忘記新增了一個commit了 但是 但是這個commit有沒有做其實不用不用不要緊啊 那個 基本上這個commit呢就是要把這些東西加進去 那我來稍微快速加一下 我總共加的東西 看一下 好 是這幾個答案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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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三個tutorial我忘記加了 我現在加一下 那我就透過這個收據來加 好 所以呢 我現在 我現在 in-store husky function4的話 我照理說只是 在package.json裡面 做了一些修改 當然package.log.json也會做修改 這裡面做的修改 你不用去理它 重點是在這裡面 所以 在這個tutorial 這個video 我們剛才做的修改是在這裡 不好意思 剛剛忘記做了 好 那我們剛剛 就是我們剛剛在install這個husky 這個husky的時候呢 他應該會在package.json 還有package.log.json 做了這樣的一個 這兩個檔案的修改 那你應該會看到這一行 那這時候我們把這個 package.json打開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新增了這一行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好 再來去一下這個 這個hook底下 它就會多出這麼多個 就是你會發現原本是點sample的 然後它就要多出這些沒有點sample的 那這些沒有點sample的 比如說我隨便打開一個起來 你就會發現說 它其實就是會去呼叫husky 那這些都是husky它自動產生的 那我真的很喜歡這一點 因為它其實是把它全部產生出來 而且你會發現說 這裡面有兩個答案 都是點sh答案 那這個點sh答案呢 你不用擔心它的路徑是怎麼樣去放的 你都不用擔心 你只需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只需要記得說 這兩個答案呢 它的路徑呢 必須要跟著githook跑 你githook跑去哪裡 它這兩個答案 就要放在那個路徑底下 那我是覺得 你可以看到這邊也是一個dash 然後hask rc什麼的 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 你會發現說 它的這個路徑呢 其實都不用去更改它 你只需要確定什麼 就是它這裡面有很多東西 你都不用去改它 你只需要確定說 你的所有的githook 你這兩個答案 要跟所有的githook 放在同一個資料夾 你不管把這個githook 移動到哪裡去 都是要有這兩個答案 放在同一個資料夾底下 這樣就搞定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在這個node module裡面 好 在這個node module裡面呢 你應該就會看到 有更多的答案 那它現在應該就越變越大了 那 可以看一下 這個node module 好 它應該答案就變多了 不然好像是34吧 現在又變多了 但這不是重點 因為我們根本就不太需要去 在意說它裡面到底多了什麼東西 然後呢 你打開pre-commit 你就會看到這一行 然後你打開post-commit 你也會看到這一行 所以 你會看到這邊都是 註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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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只有這一行 所以你會發現 每一個githook 可能都是這一行 所以這一行就是重點 有沒有看到 這一行就是重點 你只要在 任何一個 pre-commit.sample 或是什麼什麼 點sample 然後把它的sample 點sample去掉 然後再把這一行 加到最底下 基本上 你就可以混合著 我們原本的東西 原本pre-commit的東西 跟這個husky一起去跑 那當然等一下都會示範給你看 那現在呢 我們要稍微更改一下 這個package 就是要稍微更改一下 這個package.json 那我們要怎麼改 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目前的script 就jst 那我現在再多加幾個script 我加了這幾行 你可以透過script裡面 看到什麼 你可以透過script裡面 看到我新增了 這一行 這四行 jst有沒有刪除掉 其實無所謂 有啦 jst後面多加一個 豆號 因為最下面的這個 不能有豆號 剩下的都要有豆號 就是最下面這個 不能有豆號 上面一定每個都要有豆號 好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新增了 我highlight的部分 就這樣子 好 那這幾個東西呢 到底要怎麼樣去使用它 我們可以看到說 看到說什麼 看到說 底下呢 我們再來 新增一個 這個 新增一個husky的部分 好 那我要新增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這一個部分 我copy一下 就是後面這個地方 要加一個豆號 然後才可以再加這個husky 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husky 加進來之後 我到底做了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稍微放大一下 這個husky呢 它要去跑npm run pre-commit-begin-message 這裡的pre-commit-begin-message 你可以選取起來 它就會找到這個答案 那這個test呢 就會找到這一個 這個呢 就會找到這個 這個post呢 就會找到這個 這裡呢 就會找到這裡 所以有沒有很明顯 就是說 當husky在執行 pre-commit-hook的時候 它就會去執行 按照順序去執行這三個 那哪三個呢 它就會先執行這個pre-commit-begin-message 再執行test 然後再執行pre-commit-end-message 那接下來在post-commit的時候 它就會執行 post-commit-begin-message 跟post-commit-end-message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呢 這邊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很直覺 它真的很直覺 那我們這邊呢 就已經都是 看一下 好 那這邊 這個gest呢 gest它的目的呢 它就會去搜尋所有的答案名稱 是以信號.test.js結尾的答案 它就會去做測試 注意喔 是信號.test.js結尾 好 那這一點在上一個tutorial 都有示範給你看 那我們這邊呢 就是稍微快速解釋一下 這個husky呢 這裡呢 它就會 這個husky 會產生一個答案 叫做 點husky 然後 點 它會去 點githook 點 然後去新增了一個檔案 叫做pre-commit 在這個pre-commit底下呢 你會發現 它就只是會執行 這個husky 那它在執行husky的時候呢 它就會先去執行 這個pre-commit的 這個script 再執行test 這個script 再執行 這個叫做 那個pre-commit-end-message 這樣的一個script 基本上就是先執行它 再執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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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的一個順序 好 那這邊呢 也是剛剛跟你講的 好 當你在跑post-commit的時候呢 它就會去 githook底下 這個 到githook底下 去找這個post-commit 他找到post-commit之後 好 那這一行 他其實什麼都沒做 他只是去跑husky 他去跑husky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要看這裡 他就會先去執行 post-commit-begin-message 好 然後接下來再執行 這個post-commit-end-message 就這裡 好 所以呢 這邊的順序其實非常容易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 這個commit的動作 我先stage-all 那這時候呢 他就會把 目前所有的東西 都先stage起來 那你可以看到 他就stage到 這裡 我新增了這幾個screen 然後又新增了husky 這一整個block 那我們這邊呢 再做一個 卡密的動作 你會發現 當我在做卡密的時候呢 當我在做卡密的時候 他就是這一張圖 然後我們打開這張圖給你看 這張圖呢 好 這邊 就是這邊嘛 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是這一坨 有沒有看到 就是這個紅色框框的這一坨 這一坨呢 好 他其實所執行的叫做 PRECAMINE BEGIN MESSAGE 在PRECAMINE BEGIN MESSAGE裡面 就會寫說 BEGIN HUSKY PRECAMINE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所執行的就是 BEGIN HUSKY PRECAMINE 就是ECHO BEGIN HUSKY PRECAMINE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這邊有一個ESCAPE SIMPLE 你有ESCAPE SIMPLE 它才可以顯示出 這一個 quot quotation mark 那這裡也是 上面會有一個quotation mark 就一個quot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會 出現 這樣子的一個 quotation mark 好 那 A口呢 這邊只是告訴我說 OK 我會執行A口 執行A口呢 它就會顯示 BEGIN HUSKY PRECAMINE 而且還會顯示quotation mark 這樣子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再來執行的是NPM TEST 那你可以看到在執行NPM TEST的時候 它就會 好 從這邊 它就會執行JEST啦 它就會從這邊跑到這邊 它這邊呢 就是A2 A2就是會執行NPM TEST 執行完NPM TEST 它會執行NPM RUN PRECAMINE AND MESSAGE 好 然後那 這邊到這邊呢 就是A3的 這一個部分 它就會顯示出 END OF HUSKY PRECAMINE 因為呢 我在這個地方 所寫的就是END OF HUSKY PRECAMINE 所以它會先執行 PRECAMINE BEGIN MESSAGE 再執行JEST 然後接下來再執行 這個NPM 這個RUN PRECAMINE AND MESSAGE 這樣一個SQUID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進入到 這三個都是屬於 PRECAMINE的部分 這三個都是 就是我用一個綠色的框框 代表A A底下有A1 A2 A3 那這兩個呢 代表就是 這兩坨 代表就是B 就是綠色的B 就是屬於POSTCAMINE 這個POSTCAMINE的第一個部分呢 它就告訴你說 BEGIN OF HUSKY POSTCAMINE 原因是因為我們在這邊就是寫 BEGIN OF HUSKY POSTCAMINE 那接下來這邊就是 END OF HUSKY POSTCAMINE 因為我在這邊寫的是 END OF HUSKY POSTCAMINE 好 然後 所以從這邊到這邊 都是因為 GEEHOOK的關係 然後 這邊才是正常 在做 COMMIT的 這個顯示的訊息 好 就等到你的HOOK GEEHOOK都PASS之後 你才可以真正的做完 COMMIT 它才會顯示這個訊息 好 那在我們的這一個地方呢 當我們執行完畢之後 你可以看到在搜尋 它就完成了一個 新的卡密 好 那有關於這個 more detail的部分呢 應該放在這邊講也是OK的 好 那我們來繼續講下去 好 那主要我們要講的地方 就是有關於這個run的部分 好 那 這裡所有的 好 在package.json裡面 好 在package.json裡面 除了這個test以外 好 其他的screen你要跑 你所需要執行的指令 就是 npm run 就是npm run 好 然後再加這個screen的名稱 你這個screen呢 你可以打任何的符號 好 譬如說 我今天 好 再加一個screen 這個screen 是 講義沒有寫的 我也不好意思寫出來 叫做 Kevin 那這邊呢 Echo是什麼 Echo就是 Kevin Is Hanson 就是我很帥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儲存之後 那你可以在 這個地方來執行一下 你打 npm test的時候 他會去執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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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screen 他會去執行這一個screen 然後執行了 這兩個的test 當你執行 npm Kevin 當你執行 npm Kevin 的時候 他什麼東西都不會執行 他就告訴你說 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你需要執行的是 run 就是 npm run 他才會去執行 Kevin 他就跟你說 Kevin好帥 所以你這邊可以打任意一個screen 這邊可以打任意一個screen 好 那當然呢 我們就可以 我就把這些名字都copy過來 我就 這 這四個是跑不了的 是沒有辦法跑的 npm test 可以跑 但這四個是跑不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跑不了 但是呢 你多加了一個run 他就可以跑 他就可以跑 所以這四個呢 都是一樣的道理 好 接下來是 好 這個 好 他也跑不了 可是呢 你多加一個run 他就可以跑 這個也是一樣 也是跑不了 然後多加一個run 他就可以跑 好啦 所以最後一個呢 也是測試一次給你看 他也是跑不了 然後你必須要多加一個run 他就可以跑 所以這邊就是證明給你看 所有的screen都是可以跑的 你就是 除了 第一個 你只能打npm test 以外 其他後面每一個呢 就是npm run 只加這個screen的名稱 他就可以跑 就這麼簡單 OK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 拜拜